颱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立刻请立冈哥来告诉我们 好 在现在的时间 已经到达了晚上的9点11分的时间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颱风的中心位置 仍然在花莲封兵的外海 因为颱风在逐渐接近 我们陆地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办法顺利过山 所以它开始打转了 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雷达 雷达上面你可以看到 整个颱风也清晰可见 因为这从花莲市的雷达站 扫描出来的雷达 你可以看到 当它通过花莲雷达站之后 逐渐地在往南的方向移动 没有办法顺利过山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花莲的西边的 中央山脉的高度偏高 使得颱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 它的位置整个开始 逐渐地往南的方向偏移 目前还是在有点往南偏 在往南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也就代表一件事情 第一个 强风雨区仍然在海面上 第二个 整个环流云带的发展 逐渐地进入到南部地区的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所以这几个地方的朋友就会发现到 从今天的傍晚以后开始 整个降雨的状况在山区的部分 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之前一直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当台风中心要进来的之后 再来就是换成西半部地区的降雨状况会偏多 在东部地区的是防风雨 在台风登陆之前 当台风登陆或者已经接近到这么近的距离的时候 就是西半部地区的部分 尤其山区要防雨的状况 因为我们的护国神山不只能挡台风 使得西半部地区的整个风雨起来 时间点比较晚 但也挡了台风的水 所以把水全部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 山区雨量大 下游细水有暴涨 要特别注意 那你会问我说 那这样子打转要到什么时候 以目前来看 应该在未来两三个小时 还是会逐渐的在往北转之后 大约会在花莲市以北登陆的几率最高 花莲市以北 有几个点可以登陆 第一个是太鲁格峡谷 因为河道的宽度比较宽 再来往北到和平 大作水系的宽度宽 接着再往北就南澳那边山脉太高 要不就往东澳或者往苏澳方向走 往苏澳上来的话 相对的对宜兰市区来说 就比宜兰县来说比较明显 因为宜兰的在登陆点的部分的 眼强进入的过程当中 风雨会最大 所以我们就要看未来几个小时 这个台风在转的过程当中 是比较偏北进入 还是比较偏南一点进入 还是从花莲市进入 这都有可能 所以现在目前就要看 整个气流场的状况 跟整个台风的移动的过程当中 看它整个偏转角度 不过这个台风本身因为中心还没登陆之下 所以它的主体结构来说还算是完整 但等它登陆之后 整个主体结构来说 就会受到地形严重的破坏 其实现在强度已经在减弱 因为整个环流结构带 都已经受到地形严重的破坏 那我们接着来看什么 看两个 第一个看雨量 雨的部分 总雨量部分 当然宜兰太平山最多 再来我们可以注意 刚刚有没有看到 我说南台湾 有没有看到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这边你看已经变紫色的 这个就是很快的在这几个小时 从傍晚六点钟到现在 山区的降雨大 下游溪水都暴涨 提醒大家注意 接着我们来看什么 看看小时的雨量 一个小时的降雨状况可以看到 明显的在山区部分有到20毫米 可是沿海部分 你可以看到台风中心 现在因为已经偏南的关系 在丰滨南边 所以整个水汽拉进来之后 使得在花莲市到 丰滨这一段的海边的降雨状况明显 北边一点就是太平山这边明显 台北盆地 目前因为还是有雪山山脉的屏障 跟北边阳明山的屏障 所以台北盆地的 你就感觉到一点点风 一点点雨 降雨的状况 一小时大概10毫米不到的降雨 接着我们就来看什么 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候的最新的 真实色彩的云图 这张云图你看到是黑白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色调强化 在彩色云图 就是我们所谓红外线云图 再加上可见光 可是晚上因为天黑了 所以没有可见光堆叠 所以现在只有是红外线云图的呈现 所以可以看到 在整个云图当中 台风的云带发展 都在台风的环流结构带上 南边向线有水汽 这边是从南海拉进来的 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拉上来的水汽是这个方向 现在目前还在菲律宾 所以菲律宾昨天前天一到现在 都是受到明显的降雨状况 因为这个酒的形状拉下去 刚好就到菲律宾 再来我们看看动态的云图 动态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云溪的发展 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的过程当中 有点偏西走 偏西原因 因为北边有高压 高压现在要退了 高压退了 北边留空间出来了 所以这台风在这边打转完之后 会开始再往北转 就是因为北边的高压退了 可是北边高压退之后 它逐渐的要登陆之后 我们就要看明显天亮 到了桃园或新竹海边 或者到了桃园新北海边 甚至从新北海北部这边出去的时候 看它出去以后 到进入大陆福建的时候 时间有多久 时间走得快的话 相对的降雨状况 就会随着它逐渐往大陆移动 走得慢的话 那可能就会停留在 我们的中南部的上空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它的整个路径图了 路径图上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未来的走向 现在气象局画的这条路线 就大概可能的路线 有很多变数 有可能再往北偏一点 有可能再往北偏一点点 然后之后就逐渐的要往 福建的方向走 那这一段路径要注意的是 明天清晨天亮 到明天晚上这一段 这一段路径当中 如果走得快一些的话 相对的我们的降雨状况 到明天傍晚就缓和下来 如果走得慢呢 那中南部的降雨 多个五个小时 多个六个小时 那这雨量的部分 在中南部地区就会非常的可观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前视图了 前视图上可以看到 在未来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 强度的部分会快速的减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了大陆之后 强度就马上减弱成为低压 之后就整个往北高纬度移动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时间就在明天出海 到明天下午这一段时间来说 它如果移动得快 那就是北边的南亚高压退得快 那它退得快的时候 它整个移动上去速度就快 如果退得慢的话呢 那影响中南部明显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就在于说 今天主要是东半部地区防风雨 所以西半部地区状况到了 傍晚以后开始逐渐的雨的山区多 明天呢 就是在中南部地区要防风雨 那你如果问我说 那东部呢 东部明天山区是被封面 要注意是山区降雨的状况 风力部分随着台风一登陆 东部地区的花莲宜兰的 风力部分就会明显的减少 还是提醒大家 晚上没事 别出门 在家里看中天最安全 受到凯米台风的影响呢 明天全台湾 包括外岛地区 都是停班停课一天的 那台北市场蒋万安呢 他的脸书在晚间七点半左右 也公告了 这个北北基塔25号停止上班上课一天 事后又紧急删文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对此蒋万安回应了 是小编在测试的时候误发的 那有网友很好奇 哪一个县市最难放台风架呢 很多留言都说是彰化 有不少民众认为 彰化有护国神山跟大佛的庇佑 让台风都往北走 这一回因为受到这凯米台风的影响 连放两天台风架 连不少民众都感到又惊又喜 那另外这个强烈台风凯米持续影响全台 高铁呢在这个晚间宣布了 明天25号下午3点之前是全线停止的 下午3点之后会复始 但是会调整这个班次 每小时双向各开出三班的自由座列车 那这个目前呢 这个开米台风的路径是持续往南边来偏移的 花莲市区从傍晚5点开始 刮起了14级的强震风 台电统计了 即使到傍晚停电户数超过了5000户 自来水银因为这个送水的设施跳机造成了减压供水 受影响的户数也高达了2.4万户